上回咱们说到 甲语村乱判冤屈案 宝贷差三人出相会 一边是家破人亡 一边是喜笑颜开 这些啊都是荣国府中的事 今儿个咱再聊聊宁国府 宁国府如今的老爷名叫贾靖 这位爷呢成天就住在道观里修行 连家门都不进去 更别说管理家务了 因此这宁国府的大小事 就全都交给贾镇贾荣来打理 这天啊宁国府中梅花盛开 贾母等众人都来到这边饮酒赏花 也不知道玩了多久 贾宝玉啊 他就连着说自己困了 想要睡个午觉 此时那贾荣之气情势跑了出来 带着宝玉就进了一间 提前收拾好的屋子 宝玉进门一看 只见那房间墙上挂着的一幅对联写道 世事动民皆学问 人情恋达及文章 这句子字里行间呢 可都是人情世故啊 咱们宝玉一个从胭脂水粉里长大的孩子 哪能受得了这个 因此嘴中连忙喊道 快出去快出去 没办法 秦氏也就带着宝玉进了自己的房间 刚进门 刹那间一股细腻的香甜扑面而来 在抬头往墙上一看 只见有一副对联写道 嫩含锁梦 殷春冷 方气笼人 诗酒香 诶 这玩儿对了 只见宝玉躺在床上 秦氏亲手给他展开那 细子换过的沙青 拿出了红娘抱过的冤枕 还不忘吩咐丫鬟们照看着 别让门口的猫狗吵闹 床上的宝玉呢 自然也就朦朦胧胧睡去 恍惚之间就进入了梦乡 在梦里 好像秦氏的背影就在眼前 宝玉晃晃荡荡的 跟着这个背影就来到了某个地方 就在此时 他面前渐渐走出一位神仙打扮的姑娘 最终说道 我乃太虚幻境 仅幻仙姑事业 眼前我有仙茶一盏 仙酒一瓮 仙犬十二只 请随我来 紧接着 在仙姑的带领下 宝玉来到了一座大石牌坊 只见上面写着 太虚幻境四个大字 两边还有一幅对联写道 假作真实 真意假 无为有处 有还无 再往里走 只见两边出现数十座门 门牌上写着什么 痴情丝 结怨丝等等诸如此类 宝玉走进一扇名为博命丝的房间 只见架子的分条上赫然写着 精灵十二差正册七个大字 原来啊 这册子中记载的 是那精灵省中十二位女子的命运 里面虽然有图画 有叛词 只可惜表达的极为模糊 让人捉摸不透 宝玉翻开册子 看了好几页 其中一页上面画着一位 悬梁自艺的美人 下面的叛词写道 秦天秦海换秦深 秦记相逢 笔注音 蔓延不孝 接荣出 早信开端 实在宁 宝玉还看了不少 只是依旧云里雾里 之后便和仙姑往桌席上走 只见那桌子上放着的茶 名为千红一枯 桌子旁边放着的酒 名为万艳同杯 饮酒之间 还有十二位仙女 唱着十二支 名为《红楼梦》的词曲 这曲子里唱的内容 竟然也有些许 未卜先知的意思 只可惜 宝玉觉得了无趣味 并没有留心 仅唤仙姑感叹了一番后 也就安排了宝玉 在太虚幻境中的 最后一个项目 那就是传授 男欢女爱的 风月之事 只见仙姑 送宝玉进了一间房屋 里面早有一位女子在内 此女鲜艳妩媚 有似乎薄钗 风流鸟 那则又如黛玉 仙姑嘴中说道 我先将可卿姑娘 许配给你 说吧就关门而去 那宝玉恍恍惚惚之间 也就和可卿 发生了云语之事 此后更是和可卿 软语温存 难解难分 只可惜 仙界哪能让一个 凡人长久居住 依旧是在梦里 宝玉和可卿 偶然来到深渊旁边 只见当众 突然窜出许多野叉海鬼 愣是把她给拖了下去 宝玉瞬间从梦中惊醒 嘴里还连连喊道 可卿救我 此时 丫鬟席人吓得 赶忙冲进去 搂着宝玉 让她别害怕 而此刻 秦氏还在房屋外 正叮嘱丫鬟们 小心猫狗吵闹 正嘱咐到一半 突然听到 宝玉大喊 可卿救我 秦氏瞬间大吃一惊 心中纳闷道 甲府中 从来没人知道 我的小名叫做可卿 宝玉是如何知道的 原来啊 这甲中之妻秦氏 小命就叫秦可卿 没一会儿功夫 宝玉已经慢慢 从惊慌中平息下来 满脸都是迷迷惑惑 若有所失 他的丫鬟席人 在旁边忙着 给他整理衣服 就在整理到 宝玉大腿的时候啊 席人突然感觉 手上冰凉一片 黏黏糊糊 席人的年纪 要比宝玉大 渐渐也明白了点 这方面的事了 因此不禁 张红的脸 赶忙退出手来 宝玉此刻 那也是满脸通红 只请求习人 不要把这件事说出去 到了晚上 趁着其他丫鬟奶娘 都不在屋里 习人拿出新的衣服 让宝玉换上 然后羞答答的问道 你梦见什么故事了 能流出那些脏东西来 宝玉说了句 一言难尽之后啊 就把梦里的事情 一五一十的 讲给习人听 当他说到 景焕仙故 传授云语情的时候 把习人给害羞的呀 捂着脸弯下腰 还不忘偷笑两身 宝玉看到这情形 再加上平时 就偏爱习人的柔媚娇俏 于是拉着他 就要复习一下 那景焕仙故 所传授的东西 习人心里想 当初是贾母 把自己给了宝玉的 现如今 即便做了那羞答答的事 也不算越界 于是趁着四下没人 就和宝玉 偷偷地试了一番 从此以后 习人对待宝玉 那是更加尽心竭力 宝玉对待习人 也是多偏爱了好几分啊 话说另一边 就在那千里之外 破落乡村之中 刘姥姥正带着 他的外孙子板儿 一起朝着贾府赶来 咱们说 一个穷苦人家 往富贵人家走 那还能有什么事 无外乎就是穷苦亲戚 日子过不下去了 寻求阶级嘛 果不其然 这刘姥姥家确实困难 他的女婿啊 祖上曾和那四大家族的 王家攀过亲戚 只见刘姥姥 长途跋涉来到贾府 先是找到了一个 曾经见过面的管家媳妇 此人呢 咱也不知道她姓甚名谁 只知道她是管家周瑞的媳妇 因此啊 咱姑且称呼她为周瑞家的 这个周瑞家的 看到刘姥姥 那也是认了半天 才想起这个人是谁 随后只见刘姥姥张嘴说道 接二是特地来看嫂子您的 二来也给王夫人请个安 夫人要是不方便 那让嫂子您转达也就罢了 这话呢 明显都是客套话 不过周瑞家的也从这些话里 猜到了刘姥姥 竟然是来干嘛的了 于是她心里想到 我俩往年彼此打过交道 现如今人家找上门来 也不能丢了面子 显得自己在贾府 没地位似的 想到这儿啊 她便喜笑颜开地答应下来 还对刘姥姥嘱咐道 如今贾府的事 是那连儿奶奶 王熙凤在打理 您找她 比找王夫人更好时 说着也就把刘姥姥 带到了王熙凤的住处 恰巧此时 奋姥还在外头忙活 屋里只有一个 她的心腹大丫鬟 名叫贫儿 刘姥姥走进屋内 看到贫儿穿罗着警 插经带阴 瞬间以为她就是王熙凤 于是慌慌张张的 就要行李 忽然听到周瑞家的 管她叫贫姑娘 刘姥姥才知道 这是个体面的丫头罢了 说着说着 只听屋外传来一阵 爽朗的笑声 只见一二十个人 簇拥着王熙凤 进了另一间屋子 周瑞家的和贫儿见状 让刘姥姥先在屋里别动 之后就赶忙 跑到奋姐那边去了 没一阵功夫 周瑞家的笑嘻嘻回来 向刘姥姥招手 示意她往这个屋子里来 刘姥姥啊 也就毕恭毕敬的走了过去 站在了奋姐面前 此时的屋内 奋姐正坐在炕上 低着头做自己的事 最终慢慢说道 怎么还不进来 奋姐一边说一边抬头 才发现人都已经站在面前了 刘姥姥呢 也就赶忙趴在地上 拜了几拜 奋姐将要起肾 却又坐了下去 让周瑞家的搀扶起来 之后又笑着说道 亲戚们都不大走动 知道的呢 是你们厌弃我们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我们眼里没人似的 您听听 这奋姐啊 还真是霸气外露 另一边的刘姥姥听到这话 赶忙解释道 我们家道艰难 实在是走不起亲戚 连点像样的吃喝都拿不出来 只见奋姐立马收敛住刚才的霸气 笑着说道 这说的什么话 谁家不过都是个空架子罢了 朝廷还有三门的穷亲戚 更何况你我呢 说吧 便让周瑞家的 去给王夫人也通报一声 您瞧瞧 奋姐啊 这叫一个巴掌 一颗枣 霸气藏在温柔里 而且还心思缜密 没把王夫人给忘记了 谁能想得到奋姐 如今也不过就是二十岁的年纪 却已然有了一股领导分范 咱们说回故事 没一会儿啊 周瑞家的就从王夫人那里回来 向奋姐汇报道 王夫人说 她今儿个没空 奋姐陪着就是了 如若有什么事 只管告诉奋姐 也是一样的 刘姥姥听到这话 本来就该说要点银子 维持升级什么的 可惜她还就是说不出口 反而说道 没什么事 就是过来瞧瞧太太姑奶奶 也是亲戚们的勤奋 而站在旁边那周瑞家的 赶忙给刘姥姥递眼色 暗示她这时候就能说了 刘姥姥会议 只是还没张嘴 就把脸给张得通红 来都来了 只能忍着羞耻说了出来 刘姥姥说道 论理今儿初次见姑奶奶 我不应该说 只是大老远跑来也不得不说了 刚说到这里 突然那宁国府中的贾荣 跑来向奋姐借东西 硬是把刘姥姥的话给打断了 他们说完正事后 贾荣也就走出门去 奋姐呢 突然又把她给叫了回来 但却一句话不说 只管慢慢喝茶 好一会儿后又对贾荣说道 罢了 你先去吧 晚饭后再和你说吧 之后贾荣又再次走出了房间 也正到了这会儿 另一边的刘姥姥才算安稳下来 对着奋姐说道 接而来啊 是因为家里连吃的都没有了 如今一天比一天冷 越想越没个办法 才找到您这儿来了 奋姐呢 当然是听明白了 给刘姥姥安排了一顿饭后 才笑着说道 按理这亲戚之间 应该没等你们上门 就该有所照应的 只是这大家子有大家子的难处 今儿您第一天来 我也不能让您空手回去 这儿有二十两银子 是王夫人给丫鬟们做衣服用的 您不嫌少 就姑且先拿去吧 您瞧瞧这奋姐说的话 别说二十两银子了 就是两万两银子 奋姐也拿得出来 但她偏偏要故意强调 这是王夫人的银子 顺便还让他们记着王夫人的恩情 可见如今奋姐能管理整个容国府 那不是没有道理的 此时另一边的刘姥姥先是听见 奋姐说大家子的难处 瞬间心都凉了半截了 后又看到白花花二十两银子 瞬间又激动的浑身发痒 一时间也不再谨笑声微 张嘴就说道 哎呦我也知道艰难 但俗话说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您老身上拔杆寒毛 比我们的腰还粗呢 此话一出 旁边周瑞家的都吓懵了 且不说刘姥姥语言粗鄙 就是那瘦死的骆驼 这话寓意就不好啊 于是赶忙使颜色让她住嘴 奋姐把这些都看在眼里 只是笑笑也不理睬 还让丫鬟平儿又拿了一吊钱出来 让刘姥姥回家时候雇辆车 之后周瑞家的也就把刘姥姥送出门外 自己呢也就去给王夫人再回个话 此时王夫人正在薛姨妈那里坐着闲聊 周瑞家的过来后 听到他们在唠家常也不方便打扰 于是转身就走到了隔壁房间和薛宝钗了起来 原来啊 这薛宝钗最近就急复发 周瑞家的问道 姑娘这是什么病干也该趁早找个大夫 薛宝钗听了便笑道 我这也是从小的病 多少民意前来也不见效果 后来还多亏了一个赖头和尚 给了这个药方才感觉好了不少 观众老爷们您猜猜这赖头和尚的药方里写的都是什么 说来啊那都需要一个巧字 此药方需要春天开的白牡丹花蕊十二两 夏天开的白河花蕊十二两 秋天开的白芙蓉花蕊十二两 冬天的白梅花蕊十二两 外加24节气中雨水这天的雨水十二千 白露这天的露水十二千 霜降这天的霜十二千 小雪这天的雪十二千 然后揉搓成丸子大小埋在花根底下 此药就名为冷香丸 这药方子的条件呢 确实苛刻 万一要是没下雨没下雪 岂不是就无药可吃了 谁知道啊 薛宝钗他还真就是老天爷赏药吃 赖头和尚走后连这一二年的时间里啊 还真就凑巧的把这药方子集齐了 攒了好多冷香丸 走到哪儿就带到哪儿 周睿佳的听到这些 正惊讶着准备说些什么 此时王夫人听到有人说话便问了起来 周睿佳的也就赶忙跑过去 把如何打发刘姥姥的事情汇报了一遍 汇报完正要走时 薛姨妈又叫住了她 让她帮忙烧些东西给家里的众位小姐太太 只听薛姨妈大叫一声 香灵快来 随后便走出一位没亲母秀的丫头 观众老爷们 这香灵可不是别人 此女正是那薛盼为非左代之时买回来的姑娘 也就是那真是瘾的亲生女儿真音莲 如今她改名叫做香灵在薛姨妈跟前伺候 只见薛姨妈让香灵拿出了一个匣子 里面装着12只皇宫里特制的首饰 让分给几位小姐太太 周睿佳的抱着盒子走了出来 香灵也跟在后面笑嘻嘻地走出来 周睿佳的看见香灵身得漂亮 忍不住问她你今年几岁了 父母在哪里呀 老家是哪里的呀 只可惜香灵听到这些后 只是摇着头回答说不记得了 让周睿佳的着实叹息伤感了好一番 之后啊 她也就接着去给小姐太太们送首饰去了 因为那大小姐元春被选进了宫里 因此周睿佳的便往银春探春这边来 送下首饰后又往西春那里去 此时西春正在和一个名叫智能二的小尼姑玩耍 看到有人送来首饰还开玩笑地说道 我正说要跟着智能二出家做尼姑 要是真剔了头 这首饰可没地方带了 大家互相取笑了一阵子后啊 周睿佳的又给凤姐送下首饰 最后也就往林黛玉这边来了 此时黛玉正在宝玉的房间里玩耍 周睿佳的一进门就笑着说道 林姑娘 薛姨妈让我给姑娘送花来了 旁边的宝玉听到这话 赶忙跑上去就打开盒子把玩了起来 还连连称赞这宫里做的假花首饰那确实好看 另一边的林黛玉盯着宝玉手里的花看了一看 便问道 这是单送我一人的还是别的姑娘们都有呢 周睿佳的如实把其他姑娘都有了的话说了出来 黛玉又笑着说道 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 此话一出可不就扁了周睿佳的马腿了吗 他能怎么办 只是一身不言语的站在那里 多亏了宝玉是个转移话题的好手 赶忙问道 周姐姐跑到薛姨妈那里做什么去了 周睿佳的也就顺着话茬 把薛宝钗身体不适的话说了一遍 咱宝玉本就是个怜香惜玉的人 听到宝钗不舒服 赶忙安排丫鬟去传个话 说最近着了些凉 过几天就带着林妹妹一起去看望 到了第二天啊 贾珍的媳妇游士喊王熙凤 去宁国府溜达溜达 咱们的宝玉呢 寻思着在家里太憋屈 也就紧巴巴的跟了过去 恰好当天 秦可卿有一个名为秦忠的弟弟就在宁国府里 贾宝玉以往就听说过秦忠呢 是一表人才啊 只可惜他家境秦平 一般不怎么往贾府这样的深宅大院里走动 因此俩人一直没机会见面 现在听说他人就在宁国府里 那宝玉肯定是迫不及待啊 说着说着只见从后院里走出一个小伙子来 人稍微瘦了一点 可那也是眉亲目秀粉面猪唇 身材俊俏举止分流 微微透露出点羞羞瑟瑟的女儿分范 众人交谈一番过后 宝玉心中啊那是若有所失 痴痴呆呆的心里想到 天下尽有这等人物 如今看来我竟成了泥猪赖狗了 可恨我为什么身在这侯门公府之家 如果我也身在寒门之中 便可早早与他相知 也不枉此生了 而此时的秦忠呢 他心里也想到 果然怨不得众人都宠爱宝玉 可恨我偏偏就身在亲品人家 不能和他耳病交接 可知穷苦二字束缚了多少东西 这实在是让人不痛快 俩人就这样胡思乱想着 随后渐渐又聊了起来 你一言我一语 宝玉和秦忠都觉得彼此越发亲密 说着说着 俩人就聊到了上学的事 秦忠苦于没什么钱 顾不起教书先生 而宝玉呢 他的老师已经回家去了 显如今也荒废着学业 因此俩人一排集合 要一起往贾府名下的学校去读书 这样俩人就可以天天见面了 到了晚上 贾阵之气游士 让下人安排着 先把秦忠送回家 好巧不巧 下人们偏偏就安排了一个名为焦大的老头 去送秦忠 您别看这个焦大平日里只做些杂活 他年轻的时候 那可是跟着贾府的太爷们上过战场的人 当初是焦大从死人堆里把太爷背出来 有吃的只给主子吃 自己忍着饿 有喝的也给主子喝 自己喝马尿 也就是因为这样 那焦大才根本不把什么假振假荣放在眼里 经常喝醉了酒便开始见人就骂 谁知道今天这个焦大他又喝醉了 满嘴都是鸟语花香啊 只见他对着管家骂道 好事你就派别人 晚上送人这破事你就安顿给我 没良心的王八糕子 你也不想想 焦大爷爷我翘翘脚比你的头还要高 一群王八糕子们 这个焦大正骂得上头 正好赶着贾荣把奋姐宝玉送出门来 于是啊 贾荣赶忙跑过去骂了他两句 让他住嘴 可那焦大眼里根本放不下假荣 张嘴就说打不了红刀子进去 白刀子出来 周围的小四听见这般撒野的话 赶忙三五成群的扑了上去 把焦大捆起来就往马圈里托 这一下更是把他逼得连那假振也骂了出来 只听焦大骂道 谁承想太爷扬出你们这群畜神来 成天在家偷鸡戏狗 爬灰的爬灰 杨小叔子的杨小叔子 焦爷爷我什么不知道 观众老爷们这爬灰的意思 那可是公公和儿媳妇通奸啊 而且这焦大嘴里骂的 那可是宁国府支手遮天的假针啊 周围的小四听见他骂出了这种话来 瞬间吓得魂飞魄散 慌慌张张的抓起马粪就往焦大嘴里塞 此时呢 坐在车上的粪姐也听见了这些话 不过也就只装作没听见一般 可旁边的贾宝玉哪懂得这些啊 张嘴就问道 爬灰是什么意思啊 粪姐听他竟然还敢问出声来 连忙竖着眉毛 趁大眼狠狠地吓唬了宝玉一通 等到他俩回到荣国府 宝玉马不停蹄地跑到贾母跟前 说了自己要上学的事 还把群众从里到外地夸了一通 贾母听说后啊 那自然是一万个同意 到了第二天 宝玉想起那在家养病的薛宝钗 于是也就一溜溜往薛姨妈那边去了 就在拜见了薛姨妈之后 宝玉缓缓走进宝钗的房间 咱们的宝钗就坐在那里 唇不点而红 眼不化而脆 脸若银盆 眼如信水 宝玉一边看一边说了几句探望的话 宝钗呢 也上下打量着宝玉的装扮 当他目光扫到脖子上那块传奇美玉之诗 宝钗说道 陈天听人说你这玉 我却还没来得及仔细看看 我劲倒是要好好瞧瞧 随后宝玉便摘下玉来 递在宝钗手里让他细看一番 只见那美玉上写着通灵宝玉四个大字 还有两行小字写道 莫失莫忘 先手横昌 此时宝钗旁边的丫鬟婴儿也凑上来看了一眼 随后笑嘻嘻地说道 这玉上面的字和姑娘你金锁上的字 倒像是一对 宝玉听到这话 巴不得赶紧看看宝钗的金锁上到底写着什么 硬等着慢慢掏出来后啊 只见上面写道 不离不弃方林永济 您别说还真有点那个意思 这连起来那就是 莫失莫忘 先手横昌 不离不弃方林永济 更美妙的啊 是那宝钗带着的是金 宝玉带着的是玉 这可不就是金玉良缘吗 宝钗向来聪明 渐渐也想到了这方面 可那丫鬟婴儿哪会考虑这么多 嘴里还不停地说道 这八个字是一个赖头和尚送的 他说必须刻在金器上才管用 宝钗见他越说越多 于是赶忙打断婴儿 把话头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 没一阵功夫 忽然听到外面有人传话说 林姑娘来了 只见林黛玉缓缓走进门 一眼看到宝玉也在里头 便笑着说道 哎呦我来得不巧了 早知他来我就不来了 宝玉和宝钗听到这话 那也是不明所以啊 于是黛玉又说道 今儿他来明儿我来 这样间隔开了来 岂不是就天天有人来了 也不至于太冷清 也不至于太热闹 宝玉感觉到这话有点不对劲 也就赶忙转移了话题 正巧此时 薛姨妈已经安顿好茶果 叫他们一起喝茶 听到宝玉想配着美酒吃 鹅掌压性 薛姨妈也是宠溺的 赶忙叫人一一取来 此时丫鬟眼看天冷 于是拿着酒准备温好了 再拿回来 只见宝玉说道 不必温酒了 我只爱吃冷的 紧接着宝钗笑着说道 亏你每天还到处乱学东西 难道就不知道 这酒热着喝下去 就发散得快 冷着喝下去 便凝结在体内 身子岂不受伤害 宝玉觉得这话有理 也就让人接着去温酒了 坐在旁边的黛玉 听到这话 只是抿着嘴笑 正巧黛玉的丫鬟 薛姨走来 给她送暖手的手炉 黛玉呢 顺手接过来 还笑着问道 谁教你送来的 难为她费心 哪里就能冷死了我 薛姨回答说 是子娟姐姐担心 姑娘冷就让我送来了 咱们的黛玉 想起刚才贾宝玉 听了宝钗的话 于是对着丫鬟说道 亏你倒听她的话 我平日里和你说话 全当耳旁风 怎么她说了你就阴 比肾值还快 您听听这话 分明就是吃醋了嘛 一字一句 全都是说给贾宝玉听的 宝钗呢 知道黛玉素来就是这样 也没当回事 宝玉呢 知道这是在奚落自己 一时间也不知道 该怎么回答 只能嘻嘻哈哈的 笑了两筛后 接着喝酒 三四杯酒过后啊 旁边那宝玉的奶娘 还怕她喝多了 到时候贾母在怪罪自己 于是赶忙跑上来劝阻 可宝玉此时那已经喝出了状态 奶妈的话她哪里肯听啊 带玉也连连 让奶妈不要扫了大家的心 这奶妈眼看着自己是孤立无援呢 于是对带玉说道 林姑娘你不要住着她了 你也劝劝她 只怕她还能听进去些 咱们的带玉呢笑着说道 我为什么住着她 我也犯不着劝她 只是你这奶妈也太小心了 往常老太太给她喝酒 你不说 如今不过是在薛姨妈这里喝了些 想必你觉得姨妈是外人 不该在这里喝酒罢了 奶妈听见这话呢又是急又是笑 说带玉的嘴比那刀子还尖 咱们的宝钗啊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还伸手轻轻拧了一下带玉的香塞 嘴中说道 正这儿这个平丫头的一张嘴啊 叫人恨也不是爱也不是 最后还是薛姨妈站出来照着 大家伙才借着谈天说地饮酒作乐 等到晚间丫鬟们也吃完了饭 宝玉和带玉也就准备一起告辞回屋了 小丫头眼看着还在下雪 于是赶忙拿出斗笠来给宝玉带上 只是这丫头业务不熟练呢 带个斗笠也是笨手笨脚 宝玉也就忍不住说了她几句 这时候一旁的黛玉突然说道 啰嗦什么 过来 我给你带 说吧 只见黛玉轻轻隆起宝玉的头发 将斗笠齐整整地戴在摩扼之上 又将斗笠上的绳子归整了一番后 俩人也就一起往回走了 回到房间的宝玉那也消停不下来 先是有一个名为秦文的丫鬟正坐在屋里赌气 原来今儿早上的时候宝玉让秦文延没 但是他写了三个字后 嘱咐着让把字贴在门上就跑出去了 这事对于宝玉来说像是芝麻大点 可那秦文却是一心一意啊 他还担心下人把字给贴坏了 愣是自己顶着寒洞爬上梯子才给贴好 谁知道宝玉竟然忘了个一干二净 之后宝玉又是听说奶妈把自己留下的吃喝都塞进了自己的肚子里了 吵着闹着就要让贾母把她给撵出去 幸好宝玉的丫鬟习人能经得住事 安慰了半天后宝玉也就没什么火气了 随后只见习人帮宝玉换了衣服伺候着睡了觉 后又想起天气寒冷 于是伸手把那通灵宝玉摘下来 用自己的手帕包裹好塞在了褥子下面 这样第二天带起来就不会冰着身子 紧接着习人还收拾了些笔墨纸烟 方便宝玉上学使唤 那么宝玉和群众在学校里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那焦大嘴里骂出的话是否真的另有隐情呢 贾父一片祥和的背后到底还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欲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